哈 今年邵姬得獎作品其實 我們兩個是同學 就是在北一大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一起就讀 然後同班 所以等於說我們這兩個作品分別都是在課堂裡面一起完成的 但是是不同學期 所以我們等於說經歷了彼此創作的整個過程 從初稿到二稿到三稿到最後的完稿跟最後的讀劇 邵姬這個作品對我來講非常的深刻 然後他裡面描寫了非常多的細節 然後在情感的刻畫上有了他獨到的觀點 所以那時候其實讀完劇的時候 很多讀劇老師都哭了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這個作品非常的讓人動容 我也很欣賞這個作品 其實我跟他是同學啦 所以他的作品其實我們在課堂上都有已經很認識 很盛策的認識 然後其實當初我們練習的時候要辦一個讀劇會嘛 我還是他的讀劇的演員 所以我其實已經很久以前已經讀過他的作品 所以我知道他現在把我的角色拿掉了 但我是很清楚感受到他劇本裡面的那些降力跟他最後哪一點浪漫這樣子 就是滿有盛度跟滿豐富的一個作品 很好的作品 我們兩個比較像是我們上課基本上都會坐在附近 但他比我認真很多 所以我有的時候會想要跟他 跟他在上課無聊的時候想要跟他互動或什麼 但他都會非常認真在聽老師講課 我是屬於那種比較調皮的 然後我覺得比較多 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說我們兩個其實都沒有 我雖然住學校比較近可是我有點懶 然後他是住離學校非常遠 他住在板橋 所以在課堂跟課堂的中間 我們兩個都會不由兒童地跑去圖書館 在那裡面休息或者是等待下一堂課 然後很常我就會在圖書館的四樓遇到他 然後那時候看到他就會覺得心情滿開心的 雖然他感覺很認真的想要寫作品 我就是會這樣子坐在他旁邊 然後也不好意思打擾他 但想說沒關係就是跟朋友一起 一起寫作的感覺其實也蠻好的 就其實跟他上課就是蠻難忙的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同學 很認真的學生 就是基本上所有老師的題目 他的問題大家可以一一回答這樣子 然後我就問長得不好 我在旁邊臉頭都可以這樣子 所以他是蠻照顧我的 我跟他的互動也蠻友善又蠻有愛的這樣子 我當下其實很驚喜 因為在獎項公布的那個當下 其實我在睡午覺 就是我認真就是在睡覺 然後一起來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我的那個Facebook上面 非常多的通知 我想說到底是什麼通知 結果發第一篇文章其實是邵姬 他轉貼的那一個得獎的名單 然後他tag我 然後我才發現我們原來一起得獎了 那個當下非常的滿感動的 因為等於說我們一起見證了彼此的作品 然後也知道彼此非常的努力在創作這件事情 然後很像是我們兩個一人 就得一個獎好像是得了兩個獎的那種感覺 超級感動的 因為感覺就好像我 就是得了兩次幾個獎的感覺 因為我在弘揚旁邊我一直看著他 我一直都知道他是個這麼努力的人 然後當然他在很多方面已經有 發揮了他的強處這樣子 但得到文學獎的肯定 就更能夠肯定他的努力這樣子 所以我在旁邊看到我是滿感動的 然後我自己也得獎了 那感覺有一種 魚有湧煙的感覺 對對對 其實一開始跟他同班的時候 開始看到他的創作 我就發覺其實邵姬有非常多 很特別的語感跟他的節奏感 跟幽默感 那個是專屬於他才有的 所以也會很期待邵姬接下來 可以持續的創作 然後他的很好的作品可以讓大家看到 無論他是要在香港還是在台灣 都非常的期待 他能夠有一個很好的發展 跟很光明的未來 陳紅陽因為他是一個很有想法的人 例如說他現在這個作品 其實是他已經建構了一系列的作品 其中的一個這樣子 所以我也會很期待 他把這個系列的作品完成 然後他會開展一個什麼樣的新的系列 因為他每一個作品都有他的一個態度在裡面 都在有一個顛覆戲劇的一個想法 一個實驗的精神在裡面 所以我也會很期待他在未來 會怎麼樣更逼迫自己 再發揮自己的小宇宙 然後有更多新的東西讓我們看到 所以他現在的東西已經很好 很棒這樣子